来看网页聊天室到底怎么做 那我们上礼拜所使用的那个Socket的函式库在浏览器里面是没有的 浏览器的函式库跟Node的函式库之间是有一些差别 所以标准函式库是Node里面都可以用 但是Node里面的函式库标准浏览器里面可能会没有 那不过现在浏览器都会有通常会有一套它自己的方式 但是这套方式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在Node里面是不太会去用 因为它一定要在浏览器里面才有办法使用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浏览器的 不是这个 我们要来看这个 浏览器里面有一个叫WebSocket 那这种WebSocket在Node里面 它有再包装成一个叫Socket.io 在Node和那个浏览器两方它都要安装 都会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函式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Socket.io的一个简单的聊天示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它网页告诉你怎么写 然后怎么样子安装 OK 然后怎么样使用 然后接下来呢 加入 就是点选浏览器 然后开Localhost 3000 那就会看到像这样Hello World 然后你照做着一遍 照着它做一遍 然后呢就可以 有一个浏览器的聊天室 长像这个样子 你这边打了之后呢 它不是跟自己 跟这个命令列聊天 它是很多个人 就像上礼拜那样 很多个人都可以互相聊天 可是不是命令列版的 是浏览器版的 所以它透过的函式库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透过Io.Socket.io这个东西 那它里面的浏览器端的程式其实很短 就长这个样子 它有用到JQuery 你看到前置后就知道 是用JQuery 它去取得FORM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有按下Submit送出的话 然后它就会发出一个讯息 然后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接下来呢 当它收到对方传来的Chat Message 这种讯息的时候 它就把它补在这个讯息列里面 那于是你就会看到 这边打出来 OK 这边就收到 这边打出来 这边就收到 那这不是 这不是那个 同一台机器才收得到 就是你不同的人 连上来 通通都可以互相看得到 那这里 它已经有 这个专案在里面的 你只要用GitClone 就可以把它抓下来 不用自己全部再重新 不过自己照着做一遍 是蛮好的事情 那不过我们今天就先 直接用GitClone 来快速的做一遍 那我就把它抓到这里了 好 那它已经把它Clone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 就有一个ChatExample 这个范例 好 那这边 你会看到一个叫 index.js 还有一个叫index.html 不过我们要执行的是 这个index.js 哦 没有安装 不过还好 它这里有一个package.json 对不对 所以 只要有package.json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npm install install我们通常后面 会打套件名称 对不对 但是 如果我底下有package.json的话 我打npm install 不用打套件名称 那 它就会 自动的安装所有需要的套件 就是这个专案所有需要的套件 好 好 那这个套件应该已经安装完成了 好 你可以看到它站在这里 好 OK 接下来呢 一样 node index.js 它说 listening on 3000 意思就是说我们 这个伺服器已经在3000 这一个code上面启动 所以我先把它打开 好 你可以看到现在怎么都没有 但是下面有一个输入框 对不对 我把它拉出来 好 再弄一个3000 好 这里有个输入框 对不对 我把它分两边 好 那我这边打讯息 对方会看得到 现在呢 各位还记得我的IP是多少吗 好像60.101 对不对 192.168.60.101 192.168.60.101 没错 所以 各位现在就可以联上来 来一起用这个聊天室聊天的 好 你打什么呢 打 192.168.60.101 3000 你一样可以联上来 你在这边打的讯息 我现在变成有三个了 我来这边打的讯息 好 所有人都会看到 你可以直接打 192.168.60.101 3000 直接先上来试试看 你不用安装 因为你是浏览器 OK 但是你做完之后 请自己安装一个Server 起来 试试看 嗯 好